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宇 禅宇拜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古人说 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人生在世 话越多 祸患也就越多 能少说就少说 曾国藩被誉为 晚清四大名臣 曾创下十年连跳十级的官场奇迹 官场如战场 曾国藩官场上的成功 大多归功于他的 借多言的原则 曾国藩言 形式不可认心 说话不可认口 有价值的话多说 没必要的话不说 他总结的人生六不说 至今让人受益无穷 一 不说直话 待人要真诚 说话要真实 但是 切记不顾后果 口无遮拦 人都耗面子 很多事 不能直接说到人家脸上 你落了人家的面子 下次 人也不会给你面子 直话 要转个弯说 冰冷冷的话 要加热了说 顾及别人的自尊 把别人的自尊放在第一位 说话是一门艺术 要讲究方式方法 再有价值的话 也要别人听得进去才行 尊重对方 照顾别人的情绪 懂得婉转一些 才是正确的谈话之道 二 不说闲话 那些闲得没事干 不安好心的人 才喜欢到处嚼舌头 嘴巴说的是非太多 内心也就会变得浑浊 如果有人私下说某人的坏话 告某人的黑状 那他就可能在别人面前 说你的坏话 告你的黑状 和这种人在一起 终日被是非困扰 不得安宁 三 不说怨话 生活不易 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怨天忧人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传播负能量 牢骚多了 朋友就少了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 整天对着一张怨妇脸 遇到问题 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人活一世 抱怨一天 不如努力一天 有说话埋怨的力气 不如迈开步子 挥洒汗水 四 不说狂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永远不知道 别人到底有多强悍 人可以有傲骨 但是不可以有傲气 人生大部分的失败 都源于两个字 一个是懒 另一个就是傲 狂妄的人眼界偏狭 不知天高地厚 看似张牙舞爪 其实不过是纸老虎 谦虚一点总没有坏处 高僧说 别人可以贬低自己 但你不可以贬低对方 别人可以吹捧你 但你不可以吹捧自己 别人贬低自己是谦虚 是自嘲 别人吹捧你是对你客气 给你面子 这些听听就好 别当真 也别从自己口中说出来 卖豆腐的王婆 请人为自己的摊位 写了一幅贬额 当朝丞相之子之友的邻居 王婆想通过这样的关系 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事实上 无论她在摊位的名字前面 加上多么令人生畏的称号 她还只是个 卖豆腐的妇人而已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有的人还甚至为了 能够抬高自己 而去贬低别人 人在与别人的交谈中 常常是习惯于说自己的好 很少会有人说自己的不好 朋友聚会时不断吹捧 似乎有这样一种的错觉 只要贬低别人 将别人踩在脚下 自己就高人一等 主持人孟非在节目中 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所有的优越感 都不是来自容貌 身材 知识 家族 财富 地位和权利 而是来自缺见识 和缺悲悯 把别人的腿打折了 并不代表 你就能跑得更远 这样做 不仅不能够看清自己 还会让别人觉得很卑鄙 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 其实只是为了掩饰 自己某些方面的自卑 一个人 越没有什么 就会越炫耀什么 五 不说胡话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人生在世 一定要有敌放肆 不能乱说话 很多人说话不过脑子 经常说一些胡话 说的人 事后可能完全没印象 但是对于听的人 确实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长此以往 没有人会和你来往 话说得明白 事儿做得清楚 这样的人才靠谱 别人才敢和你交朋友 佛教有五戒 其中一戒就是妄语戒 也就是不能说谎 不要说不是事实的话 高僧说到这 就说了自己的感慨 人的舌头虽然长在嘴和牙齿的后面 但是舌头是最能够兴风作浪 扇风点火的 人也很难管住自己的舌头 搬弄是非挑起事端 若是不能管住自己的舌头 那么就会变得不仁不义 对别人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后果不堪设想 真正信仰佛教的人都知道 在佛学中是不被提倡的 甚至是被禁止说的 生活中也不会缺少这样的人 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别人若是因为你的话 而引起争端 这 那么会把自己孤立起来 很多人往往因为自己 善妒心 而去说别人的闲话 坏话 诽谤他人 结果 只会让别人觉得这个人虚荣 让人厌烦 在法律层面 挑起事端搬弄是非 危害公共安全的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一个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爱生是非的人 是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的 就像狼来了 故事中的小孩一样 害人中害己 要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当与别人发生矛盾时 要是非分明 将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要轻易给自己树敌 言多必失 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 一时的威风 就说出不可挽回的话 这样做 往往一败涂地 六 不说恶话 老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在互联网高速发达的今天 每个人都可以对某一个人 某个事 随便指点 随便发言 这也导致很多人不知收敛 喜欢恶语相向 一个人每一次说出伤人的话 都是给自己在造业 中国第一代女星 阮玲玉就是因为 某小豹对他本人的私生活 妄加揣测 指指点点 导致舆论哗然 阮玲玉不堪重负 吞安眠药自杀 鲁迅还因此撰写了一篇文章 论人言可畏 舌上有龙拳 杀人不见血 很多人喜欢到处说是非 但却不知道 口液造多了 迟早会报应到自己头上 曾国藩常常在家中 告诫子女 做人要厚道 话不要说死 事不要做绝 得饶人处且饶人 放过别人 也是饶恕自己 并且高僧这样告诫我们 与鲁人说话 尖酸刻薄 不仅贫穷且命短 言语举止木纳的聪明人 安康富贵 虽然高僧只说了这两句话 但是教会我们要有口德 不要随随便便 用恶言恶语伤害别人 说话代刺 为人冷酷 不给别人留下丝毫的余地 那么同时 也是给自己不留后路 说话没有口德 喜欢讽刺的人 没有人情味 是不容易让别人亲近的 说不定别人还会因为你的恶语 心存报复 最后遭到反噬 害了自己 在佛法中 一切皆有因果 善有善果 恶有恶果 福报相依 自己种下的恶因 那么就要承受其果 因此 佛学中始终提倡 要保持善念 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 或者话语 就会给别人温暖和感动 或是自然会远离自己 子曰 君子欲纳于言 而敏于行 聪明的人都知道 与其花时间说那么多的废话 不如多干点实事 光靠一张嘴 就算说破了天 别人也只会觉得 是个不靠谱的人 愚人打交道 却没有人信任和帮助 那么自己的路 就会很难走下去 三年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 说话之前 一定要在脑子里过滤一遍 想想说出口的话 有没有上面那六种 想想说出口的话 是否照顾到了对方 想想说出口的话 是否合乎场合 说话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个人的修养 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 都将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